男人第一次尝试去足疗店就爆发了丧尸危机 原本温柔的女技师突然就变成了丧尸小可爱 正当林子洛决定进入猎杀时刻 却又陡然的画风突变 林子洛先是缓缓走出房间 那么就先从这间旅馆的其他房间开始扫荡好了 这些丧尸大多数会保留一些生前的属性特点 甚至于可能还有一些爱做的事情 面前肌肉发达力体两项属性点都如此之高 一看就是生前做体力活的 甚至于比一般的丧尸高出两三点属性 不过没有智慧的家伙对于林子洛来说对付起来都一样 一个下身尊闪后就命中了丧尸要害 不过让其没料想到的是这次自己居然没有造成一击必杀 恭喜玩家牙自成功击杀丧尸 获得一点经验一枚金币 果然在拥有着系统必爆金手指的加持下 林子洛每杀一只丧尸都会出一种物资 就是这丧尸居然会爆七分熟的吸冷牛排属实让人想不到 虽然算不上稀缺物资 后期自己开启商店后以100金币价格也可以购买 但也算不错的开场 点击后将其存放在自己的系统背包 随后再角落一个类似于工具袋的包裹中一顿翻找 末世里搜寻物资也是必不可少的 杨角锤虽然有些呆萌可爱 但用于破门笔制用脚来说正好 相比之的这虽然是游戏化的末世 但是世界还是原来那个世界 死了可也就是真的死了 容不得林子洛多想的随后的208房 207房 206房 都被林子洛接连扫纳 随着砸门声里面还不断地传来布置一只丧尸的奇怪怒口 不过林子洛一脚踹开门后 当场就差点要实话了 迅速就再次退出了房间 话说你这家伙变成了丧尸也就变了 怎么一点也不尽责呀 似乎是因为三番两次的被打扰扫了信 这笔维修功还低了两点属性的丧尸竟然异常凶猛 林子洛顿时神色一宁掂量了下手中的锤子 右手当即一锤 左手再旋转出锈中间 随便将后面赶来的女丧尸也给解决了 前世一般猎杀一百只丧尸只能等于半瓶矿泉水 但这次一下就爆出了两件物品 果然这就是当欧皇与飞球之间的感觉呀 侦察之眼长二 一次性青铜级道具 当周围十米内有任何风吹草动 或人物靠近时都会急于警示 单个使用时长十小时 林子洛看完后这次果断点击了使用 是谁呀在上面弄得这么吵 玩就好好玩 这时楼下听着动静实在不耐烦的店长走了上来 见着是林子洛顿时就是挥来一拳 臭小子没个钱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今天不叫你跪下来叫爷爷都别想出去 林子洛黑着脸 不过如此颓废的一击又怎么可能击到他 随后本能的身后就掏出了匕首 这个末世之中曾生活过十年的他 绝对知道最危险的可不仅仅是丧尸